土耳其中共他一次操縱到中國的打壓 把我們的國旗給撤到武戰上面 那你覺得過了 有關於這個事情的變化 我們祝福土耳其代表處的掌握 是因為中國的干擾和壓力 對於中國的這種作為 在這種沒有政治遺憾的人道的事情上面 中國都要干擾、都要打壓 我們表達遺憾也對中國的作為加以譴責 但是我們台灣已人道立國 所以我們對任何一個地方需要協助的 我們不會因為中國的打壓 而有所謂說 在土耳其、在菲律賓、在越南 只要是他們有需要協助的 我們台灣都會勝出援手 我們都會協助 發生這件事情 當然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的總統、院長 以及相關部會的首長 甚至是我們駐馬來西亞的代表 都跟馬方致歉 也都協助這位學生的家長 能夠順利到台灣來辦好共識 也希望各界對我們台灣的這個看法 能夠沒有改變 那我們還要再跟各位 還要再跟各界說明說 我們台灣 不管是有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仍然會是亞洲最友善 最安全的一個地方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在 助理改調部的這件事情 也在我們外交部這邊 對美國選舉的各種狀況 都在掌握當中 不管選舉結果怎樣 我們都會持續跟美國 維持非常牙齁的關係 這一點請大家不用指引 我想這種刻板影響是錯誤的 我們外交部的傳統 幾十年以來的傳統 就是共和黨、民主黨 兩邊是零星交往 而且都跟兩邊 會持非常良好的關係 不會因為有人有刻板印象 而會去改變我們外交部 長遠以來的這個做法